又一部春节当电口被扑该 四海上映两天后 四海难看就登上了热搜 虽然目前为止票房不错 突破了三亿 但换来的评价却只能与国族比肩 诈骗 退钱 失望 观众不是傻子 能给出这三点评价已经很客气了 这部剧的槽点很多 比如利用沈腾拉票房忽悠观众 在四海的预告片和宣传海报中 沈腾都是占据主导 对外宣传的也是沈腾主演 然而观众看完之后才发现 合着预告片就是把沈腾为数不多的戏份 全捡了进去 因为在剧中 沈腾这个所谓的主演 真正出镜不到15分钟 而且沈腾扮演的角色 对剧情来说 根本就是可有可无 甚至删除这个角色 对该剧的影响也不大 好家伙 沈腾明明只是客串 却通过宣传误导观众 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除此之外 这部剧其他的槽点还有很多 概括起来就是剧情混乱 选角失败 上当了的观众 或者韩寒和沈腾的粉丝 也没必要去指责他们什么 一个人人都想赚块钱 而且一锤子买卖就能吃的 满嘴流油的时代 你去指责韩寒 沈腾堕落 忘了初心巴拉巴拉 你认为他们会在意吗 导致四海口被扑开的另一个主要因素 就是女主角刘浩存 她的出演 也引发了很多网友对该剧的抵制 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 观众为何抵制刘浩存 刘浩存 00年小花 刘浩存身上的争议 从她的年龄和出生地就开始了 百科显示刘浩存2000年出生 然而实际上 她是98年生人 刘浩存不仅改年龄 还不认家乡 百科显示刘浩存 出生于吉林长春 但实际上 她的出生地是吉林通话辉南县 和宋小宝是老乡 年龄和出生地的争议 也让刘浩存被网友打上了 贤贫爱富的标签 虽然刘浩存的年龄是假的 出生地是假的 但她的后台却是真的 刘浩存18年被张艺谋看中 凭借电影《一秒钟》出道 出道极是顶级配置 要知道 这部戏可是很多女演员 甚至大花 抢都抢不来的大制作 然而 刘浩存仅仅作为一个新人 却深得张艺谋青睐 把她网纲紫怡 妮妮周冬玉的接班人方向打造 这也让刘浩存有了新一代魔女郎的称号 紧接着 刘浩存又凭借和易洋千玺搭档的电影 送你一朵小红花 获得最佳新人奖 随后 出道仅仅三个月的刘浩存 就登上了2021年的春晚 在圈内顶级资源加持下 刘浩存更是获得了 第34届金鸡百花奖 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刘浩存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 就能获得资本强篷 狂甩一种零零厚小花 机身准一线女星的位置 演技明明一般 却被尬吹上了天 这也难怪很多网友嘲讽她 是资源咖 自刘浩存出道以来 就伴随了不少争议 除了以上提到的 围绕在刘浩存身上最大的争议就是 吃人血馒头 这也是她遭到抵制的主要原因 刘浩存的人生 无疑是光鲜幸运的 然而 比起她的光鲜幸运 另一个小姑娘的人生 却只能用黑暗和煎熬来形容 她得忍受终身瘫痪的折磨 而导致她陷入悲惨命运的人 正是刘浩存的母亲 早年前 刘浩存母亲开设的舞蹈培训班 音教学不当 导致一名七岁的小姑娘 在练习过程中受重伤 成了终身残疾 而令人气愤的是 事故发生后 刘浩存母亲始终推卫责任 后续赔偿一拖再拖 态度相当不配合 致使小姑娘错过了最佳恢复期 最后高位劫瘫 余生只能合轮椅作伴 受害者父母前后 和刘浩存母亲打了六年关子 这个过程中 刘浩存的父母就像挤牙膏式 赔偿款是非常不情愿的 一点点的往外挤 直到18年 刘浩存被张艺谋相中 因为怕事情闹大 影响宝贝女儿的心仆 赔偿款才给的主动了点 直到最后强制执行 才把赔偿付清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刘浩存当了明星 如果不是强制执行 被刘浩存母亲 过失致残的小姑娘 还指不定哪天才能得到全部赔偿 当然 也有道德表认为 赔富慢 也许是刘家经济也不宽裕 而且刘浩存母亲是过失方 与刘浩存无关 所谓货不及子女 听着貌似有些道理 但问题是 货不及子女的前提是 会不及子女 在刘浩存母亲 拖欠赔付款期间 他家却有钱给刘浩存支付昂贵的学费 他上学时 就带4000块一条的围巾 这是赔不起钱的家庭吗 所以 刘浩存明知母亲制人残疾 还故意拖欠赔偿款 自己还享受本该赔偿给人家的钱 带来的优渥条件 那么 货不及子女这句话 在刘浩存身上就不沉溺 所以 网友对他的批评也是合情合理 并不是道德绑架 然而 有其母就有其女 面对网友的批评 刘浩存轻描淡写的一句 我又没做错什么 就一笔带过了 这也更加让网友气愤 抵制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光是这部四海 刘浩存担任主角的下一部戏 成龙指导的龙马精神 也有很多网友表示 还会坚决抵制 虽然 刘浩存如今是顺风顺水 但想要在演艺圈站稳脚跟 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演技一样重要 资本强行味的饭的确很香 但如果得不配味 这口饭也不见得能吃的长久 那么 未来的刘浩存在演艺圈的发展 是稳扎稳打还是昙花一现 这就需要时间来证明了